什么 慢性雷钝啊 小蓝罐啊 小蜜蜜啊 小蜜蜜啊 澳洲木瓜糕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不能用 先说第一个最恐怖的 小蓝罐 小蜜蜜 直接影响女性喧誉问题 我的天啊 唇膏系都有记得换一箱了 不管是国内百刀还是国外百刀都被检查出来我国进入的成分本分 再说第二个 就是吃进去了 就潜在致癌风险的 被相等消息检测出MOSH MOAH超标的老网红 就是那个澳洲木瓜糕啊 科研师 DHC 还有那个慢性雷钝 他们家那个薄荷的唇膏和那个雪果味的那个唇膏